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施生,浩德 上星期我們提及過,新經濟會否慢 舊經濟,股價上升 兩位都不認同,可能有少少調整 過去一星期,新經濟又反彈 我想問浩德,你們有持有的Tesla 在錄影,星期五 美國時間已達到兩千元以上的水平 你會怎樣看呢? 策略是會買還是會賣? 最重要的是,為何Tesla股價好 當然,短線大家都知道 因為剛剛有一個所謂拆股行為 令到每一股股的股價,可以一拆五 所謂散戶,或者更多的投資者可以買到 這是一個短線的原因 今年它做得比較好的原因 你會看到,整個企業的發展都做得好 無論它的賣車 今年,尤其是疫情下 其實很多傳統現油車的銷售都一般 他們還在說,人們要排隊 他們還在想怎樣交付 這個情況 令到整個企業的賣車情況不錯 接下來有些新的項目 如果大家留意,都聽過 例如有新的Model Y會出 未來的交付 有Semi 有Cybertruck 等等 你都看到,整間公司的發展 是相對於很多同時間 我們看到的企業來說 他們做得比較好 所以股票市場 亦有金融市場 亦都看到這個圖像 所以令到股價不停創新高 最新已經去到2000元 當然現在市值都不便宜 現在市值,我們早幾集都說過 已經超越了最大的Toyota 現在是3000多億美元的市值 是有點誇張 不過你見到 其實企業發展 只要是繼續向上 其實本身對於股價 就是一個最好的信心 是一個最好的反應 所以會繼續持有 我們一向的風格都是 我覺得如果你難得看中一個好的企業 你能夠有一個好的位置 好的價錢買後 應該就是止蝕就沒有止賺 難得有一些好的生意 我們的想法 能夠從股價上都得到引證 我們供向 當然就繼續慢慢持有 你的基金 都有一個規定 每一隻股份增的比例 升級下會超過比例 我也希望是 不過暫時 Tesla是我們十大持股之一 最新可能大約是 拿著佔我們基金的倉位是5% 我覺得是一個適合的倉位 當然升的時間 你覺得多多都不夠 不過始終股票 大家都要明白 除了基本因素之外 它本身都很受市場情緒影響 都有升亦有跌 我覺得有一個合適的倉位 我們亦都是容易 所以才能溝通過這些倉位 其實有網民在YouTube上寫下留言 施先生 美團上市時 你都不太認同它的模式 因為燒錢 其實是一個 可能不太合理的商業模式 但似乎 無論Tesla 或者美團 都開始證明 這種模式 可能是賺大錢的模式 會不會未來都是向這個方向發展 或者這些企業才有這個前景呢 我先聲明 這是我個人的價值觀 我認為普通公司 不是每間公司 都適宜去走這條路 我亦都認為 中國這樣的經濟環境 積累的資本相對有限的情況下 是不是每間公司都這樣做呢 我以前批評的就是 不要當虧得多 將來一定賺得多 不是我夠膽虧 代表將來有前途 當然對有些初創公司 尤其是新科技公司 在開始的時候 需要大量投資 如果你的基礎不夠好 將來就很難說 在市場有一個比較大的規模 戰友率 現在大部分 例如在國內的公司 一出來就想戰令全國 有些想戰令全世界 因為社會有大的公司 也有些中小企 如果每間公司都用這種手法 一路燒 燒的過程中 其實燒了不少錢 他就很成功 但是跟他一起走這條路的公司 不是一間半間 還有很多都是近乎巨無霸的公司 成長過程中 都是一張功成萬骨敷 整個社會其實是付出了很多代價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是正是全部用這種形式 去發展初創企業 社會的代價是大的 現在美團 都未曾 怎樣賺錢 起碼有賺錢 但是 跟他的投入 是不成正比的 匯報率是很低的 很多公司在開始的時候 為了戰領市場 由鐵顧客 由鐵供應商 才賺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 他是有能力打開市場 未必是證明他的營運模式 必然是 比以前有效率 最後要靠 他壟斷了市場 可以定立遊戲規則 只要做生意的時候 他才賺錢 到他真正賺錢的時候 可能是 消費者付出代價 純粹做外賣 有多少利潤 我是有疑問的 做飲食 本身都有限利潤的情況下 你中間還要咬了他一招 最後 你壟斷了渠道 其他飲食業 都可能要付出代價 這是不是 一個公平的分配模式 例如現在很多酒店都跟我說 我們向住客提供服務 是最主要的部分 我賺錢比酒店網站更少 如果提供主服務的沒有錢賺 將來的服務水平如何提高呢 顧客不只是下單位的時候 有時候的感受好 基本上顧客的體驗要在住宿酒店的時候體驗 不是預約酒店的時候體驗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是本末倒置 這個評論 不是美團 即是股票 升還是跌 我是評論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如果對整體社會代價過高 消費者最後得益有限 是否值得鼓勵呢 現在很多人說 我做大了市場 掌握了很多數據 然後利用這些大數據 去發掌新的生意機會 有些公司做得大 的確是因此匯聚了很多資金 可以做新的投資 但是他新的投資做得好 不知道 美團現在到這一刻 我只能夠說 引來很多人對未來的幻想 我未曾覺得美團的存在 在社會上發揮了足夠的功能 去賺這麼多錢 當然他現在不是很賺錢 市值 市值去到這麼高 我是從社會的層面去看 所以師生說 可能一將功成萬骨夫 但師生也提到 有一間公司的壟斷 都挺厲害的 或者它的市佔率很高 就是剛剛公佈了業績 阿里巴巴 不知道阿里巴巴應該私分是持有的 豪德怎樣看它最新的業績 其實你見到 今年電商整個環境都很好 因為始終尤其是疫情關係 所以很多人就留在家 很多平時我們一般的消費習慣 都變成在網上進行 所以電商很好 早幾天的京東出業績 昨天阿里巴巴出來 你見到最重要的指標 就叫做GMV 就是說有多少人經過平台的採購量 仍然升至27% 所以你見到 在國內的電商發展了這麼多年 到現在還有這麼高的增長 證明其實那個需求都是很大 當然股價始終大家都認識很大 但你見到本身的企業發展 電商其實真的仍然很好 如果大家真的可以說多一點 它背後很多大家未體現出來的價值 譬如雲的業務 其實增長很厲害 接近六成 我覺得阿里巴巴 當大家去看的時間 除了傳統已經賺錢的業務 淘寶之外 天貓淘寶之外 現在雲的業務 仍然是阿里巴巴屬下的業務 但是 雲的業務 跟它做電商的業務 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業務 將來我相信可能都是會分拆的機會 如果它分拆出來 我想市場就會非常開心 因為現在在中國大陸相關 雲的業務的投資 就只有一間在美國上市 就是Kingsoft Cloud 就是早幾個月ADL上市 但是沒有什麼很直接的 購買這個雲 當然大家知道近幾年 尤其是參考美國的經驗 雲的業務是一個多有 增長也快 大部份 微軟也好 Amazon也好 其實都是靠雲的業務 去支撐起省的增長 阿里巴巴其實本身現在 生意額都很大 如果你看一下 我昨天晚上下午 有比較過 你上市的Kingsoft Cloud 其實一年的生意額只有幾億 美金 應該是人民幣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雲的業務 已經提及過八億的收入 以及已經差不多收支平衡 就是EBITDA 大家都知道 亦很傳統 收到新經濟生意都是這樣 當你一定的量大的時間 你去到接近盈利的時間 只要你繼續增長 整體業務的爆發性 就可以出現 所以CK都是繼續看過阿里巴巴 沒錯 但最近美國制約中國 分分鐘連這些公司都制約了 你覺得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比較大的公司 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 TikTok、微信下面的WeChat 都是有影響 之前也有流傳過 阿里巴巴 有一個記者問特朗普 究竟會不會連阿里巴巴都搞了 特朗普有說過 我可以用一想 上個禮拜都嚇到大家 不過 因為阿里巴巴 相對於騰訊 或者美團 他的國際業務是多一些 因為他有一些所謂國際的商貿 但不是全部去到美國 至於 剛才阿施先生說 對雲的業務可能影響較少 因為 雲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國內 因為始終 國內由於歷史的發展 其實很多IT的 Infrastructure 其實與國際的業務不是很相近 國際上大部份科技的 Infrastructure 都可能是Google 或者是Microsoft 等等去支撐 國內又不是 所以 就有少許河水不犯井水 所以 譬如說特朗普可否制裁 阿里巴巴巴的雲業務 我覺得 會直接影響 應該比較小 你說要制裁他在中國的電商業務 當然制裁不了 但是 以前阿里巴巴 雄身萬丈 是想將他在中國有優勢的業務 推行到全世界 可能這個 幻想 會受到某程度的阻礙 當然 對每間中國企業 其實面對的情況 都一樣 我們背靠了國內本身 一個龐大的市場 令到 可以建立到一些比較大的企業 大家都是希望向外廠 這段時間 大家有面對過問題 去廠 廠廠後翻轉頭 發覺很容易有這樣的政治風險 相反而言之 比較大的阿里巴巴 騰訊 他們已經比較好的處境 因為他們本身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國內市場 已經能夠支撐得到 所謂第二、第三梯隊 可能影響會反而更大 大陸以前有個說法 你能夠做到中國最大 就是世界最大 所以 我想以電商來說 它的規模 應該大過其他電商的規模 沒錯 如果全球最大的電商市場 就是中國大陸 而淘寶、阿里巴巴集團 大約佔了一半江山路 中國一半的電商生意 其實就是阿里巴巴佔了 所以 量一定是最大的 先生 你提到 中國最大,全球最大 其實過去一星期 一間公司 好打,去了美國上市 你都很熟悉 以我理解或印象 你第一個提出這間公司 有競爭力 這間公司就是貝殼 上星期在美國上市 股價走勢非常好 你怎樣看貝殼的模式 會否仍然會增進得很快 貝殼 跟美團、互聯網公司的發展模式一樣 一開始就有一個很宏偉的目標 要做整個市場 不是一個城市的市場 是做全中國的市場 將來做不做全世界 可能他們都有這樣的想法 最初他都是做一間地產中介 叫鏈家 了解這個行業之後 他發覺靠鏈家 一家一家去做 成本很大 要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去佔領 他最後就轉為 搭建一個平台叫貝殼 為別人提供 盤源系統 推廣系統 甚至經紀管理系統 都各樣做完之後 就做一種特許經營 Franchise 給所有其他經紀 在這個平台加盟 所以 做了一個平台之後 他就可以 全過百個城市 過萬個經紀 一起利用他的平台 使戰率 可以增加得很快 透過增加市戰率 就掌握了市場的訊息 對市場的猛筋度增加 以及對兵 整合了其他經紀的力量 他跟發展商推款 可以討價還價 要求發展商讓他們做獨家 排斥其他不是系內的經紀 又要求高一點的佣金 他也會調動員工 在某一段時間 特別去供 某個盤 做出 給單獨一個經紀 去做的成效 更高 他的競爭力 是大了很多的 但是一樣 在他成長的初期 直到美國上市 他的cash flow 基本上都是negative 他的資金 我們做生意 賺了 賺了再投資 賺多一點就投資 有機增長 吃多少消化多少 他們認為這樣太慢了 你找到門路 有這個市場 你就要盡量發展 發展先透過一些 PE Fund Private Equity Fund 就是私募基金 或者找一些大的互聯網公司 騰訊 或者找SoftBank 去出錢支持他們 他們的資金 大部分來源於社會 他就可以很短的時間 做出很大的規模 將行內的其他競爭對手 遠遠拋離 師先生 你認為他們未來 上市之後會否的前景更加好 上市之後 最好處是 可以窄到一筆資金 但在美國上市和香港上市有不同 香港上市起碼要 增發25%的資金 你就真真正正的得到錢 美國上市對要求上市的資金 比例沒有要求得那麼嚴格 很多去美國上市的公司 只是達到上市目的 因為初期窄資金的時候 很多時和私募基金有些對賭協議 你給我付錢 我答應多久多久會上市 多久多久 規模去到什麼水平 不同的 stage 所以 他這麼急上市 不要說急 都搞了很久 責資的時候 有一些承諾 如果他們通常說 你付錢給我 我做到哪些 做不到哪些 有權取回錢 還要付多少 來的回報 跌了借錢 但是他如果做得好 別人就願意讓他繼續做下去 現在他基本上在內地的市場 都去到壟斷地位 所以地位 他現在已經很鞏固 跟對手有距離 但是跟美團一樣 他是付出很大的代價 才去到這些位置 譬如我做生意 5,000元起家慢慢大 他一來就 50億、500億 去年都可以做到 市值數十億美金 現在市值400億美金 4,7,28億 都差不多2000多億人民幣 港幣3,000多億 做地產經紀 去到3,000多億美金 當然他是一個全國性的公司 還有他有一個比較強的壟斷地位 我相信評論貝殼的業務模式 施先生可能是香港最熟悉的 浩德 施先生這麼了解 你對施分有沒有持有這個貝殼 我們其實有的 當然 我們上市之前已經問過 施老闆 關於對於公司本身的競爭力 當然施老闆沒有特別講關於股價 股值當然由我們的團隊去計算 雖然他是我的主要競爭對手 因為他沒有崛起之前 當然,中原在大陸都做過老大一段時間 但他一上來 我已經跟同事說 這隻是一隻不一樣的物種 森林裡來了一隻不一樣的物種 其他的物種 生態環境就會出現很嚴重的顛覆 突然跑得比羚羊快很多 羚羊就會死掉了 我記得施先生 好像八、九年前 我已經聽過你講這間公司 我們講解地產 最後有些時間問到一個問題 近來香港 可能因為商業地產的價錢也跌了頗多 所以政府放寬了一成的按揭 施先生,你怎樣看商業地產 會否因為這個情況,價錢會站穩 甚至會否政府放寬其他按揭 第一個,我認為放寬按揭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但對住宅的幫助會大於非住宅 因為住宅很多是用家 用家買樓的時候 除了考慮投資環境之外 還要考慮自己的切身情況 例如新結婚 要安老婆的心 或者有了孩子 要找多間房 即使投資形勢不好都會買 但在非住宅的商業地產 用家和投資者是兩類人 用家很多時只是租 投資者買來收租 拿租金回報 除了租金回報考慮之外 還要考慮投資時機 買了價格會否上升 或下跌 如果價格下跌 沒有理由去招惹損失 所以這個措施對它略有幫助 但不會像住宅 上次放寬1000萬以下的住宅 價格上升上去 我相信對穩住商業留意的價錢有幫助 但不會很大反彈 明白 如果有興趣投資商業地產的朋友 都要再謹慎觀察 今日時間到此 謝謝兩位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些私基金 記得去我們的Facebook、網站 或以下的電話向我們查詢 請不要查詢 ín文綜藝 請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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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